大家好 這段主要是跟大家說明這個 K-Lite Codec Pack 查看影片內的各項參數 然後就是這個視訊、音訊跟字幕 的那個參數 那這個 網址貼在YouTube的數據這邊 點一下就到 這個圖文說明頁面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操作 然後可以點一下訂閱 那查看影片內的這個參數一般是這個 影音轉檔的人在用的 就是說那個 這個 這些啦 就是有在使用這個影音轉檔 就是壓片 就是 影片壓制 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 這個 主要是用來檢查那個你影片壓好後有沒有 有沒有問題 因為有時候你那個 因為 影音轉檔 他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作業 有時候那個檔案很多 檔案 有時候很多嘛 你可能會不小心去 加錯什麼的 比如說 你今天壓出來的是這個嘛 然後有一個字幕軌 或者是音訊軌的檔案 你加錯 你加到變這個 會有那些 會有那種問題出來 那你就要檢查 你可以 從這個 因為有的時候比如說還有一些 比如說這個是 舊版 這個是新版 有一個是新版 然後你的那個 字幕啊 音訊 那個字幕的部分 你抽出來 然後加到新的 結果你好像弄錯 不小心又把新的砍掉 你原本要把留下新的嘛 把舊的刪掉 因為你有那個新的 畫質比較好 或是音訊軌比較好 結果 你 又把新的砍掉 因為有時候 那個操作的時候那個檔案非常多 那個 在做影音轉換的時候它是一個比較 那個比較繁雜一點的作業 檔案很多 有時候有時候會 造成那個錯誤 所以說我們要 可以透過這個 檢查的那個參數的這個 正不正確 來確定 那個影片轉換後 是不是 你轉換後的那個軌道 這樣子 所以這些軌道這些的 就是處理啊 影音的轉換的處理 就是影片壓制的處理 的作業這樣 那還有一個就是 參考別人的那個壓制參數啊 看他是用什麼 的一些參數在壓 或者是一些 那個版本 就是那個 那個轉檔的版本什麼的 這樣子 好那你如果沒有安裝這個 K-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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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 那個Peg這個 就參考一下這一篇 好 然後這個地方看影片的參數也很容易啊 就是說 你今天 隨便 就說你壓制好後的影片 或是 參考別人的影片 你就把那個影片打開 這樣子 縮小一點 這樣 OK 然後這個地方 檔案 內容 這邊 檔案 內容 這樣子 就有 好這個是詳細的 詳細的 這是指軌道的 啊這個地方還不能向下拉 能不能向下拉我看一下 沒有辦法 就這樣子 那就是用那個滑鼠滾動 這個地方指的是那個軌道啊 比如這個video是指視訊 Audio就是音訊 Subtitle就是字幕 這樣子 那再來是詳細啊 那個媒體訊息是這個 它這個是一個 那個總覽 那這個就是那個 音訊 那個視訊 那一個影片只會有一個視訊軌 喔 那個是絕對不會有什麼兩三個 因為影片絕對只有一顆視訊 那音訊軌 可能是多國語的話會比較多 Audio 像這個是 多國語的部分 有很多的 音訊軌 那還有字幕軌 還有 很多的字幕軌 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是這個 那個章節軌 那個不是章節 這是章節的意思 下面這個一條一條的 章節 那個這個主要是那個DVDR或是藍光不露露的那個 分段 就是分段觀看 在用的 那一般我們那個 影片壓制後 可有可無 那個重點是那個視訊 音訊 跟字幕 這三個絕對不能出問題 就是這樣 好 啊 還有一個就是說你滑鼠右鍵可以 滑鼠右鍵 那個 是看一下 內容 對 檔案的內容 這個 或是滑鼠右鍵 然後點到這邊 或是滑鼠右鍵 也可以 在這個畫面內 滑鼠右鍵可以交出菜單 然後內容這樣子 媒體資訊 然後接下來你可以 把這個儲存下來 你可以用這邊的這樣子 因為這個 比較不好拉 你就直接另存新檔 這樣 好他 注意一下 你要知道那個檔案封到哪裡 好這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你不要直接直接點儲存 你現在會不知道檔案放到哪裡去 他是放到本機的圖片這裡 要注意看一下 這邊 本機的圖片這裡 指的是檔案總管這個圖片這裡 他放到這裡啦 你就直接儲存一下 這樣子 呃 22好 添加一下 OK 可以另存新檔 這樣 好 然後就是你可以用滑鼠右鍵 那個編輯打開 他會用那個記事本 那個Windows的記事本打開 有沒有 這邊都出來 或者是你要 用另外的那個 文字編輯器 那檔案總管的相關操作就看下這邊的文章 我這邊有 Key一些那個 那個 一些檔案總管的 操作 或是你安裝其他的那個 文字編輯軟體 參考一下這邊 這樣 OK 好 那這個是Copy前面的 就是 再說一次 這樣子 好 他主要 就是說 這篇這個 那個查看資訊的 主要是那個 那個 引銀轉檔的人在用的 這樣子 OK 好 那下一篇就是這個 呃 就是說把這個 變成那個 音樂播放器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 這一篇的 視頻就結束到這裡 謝謝大家 耐心收看資訊視頻